所以佛法教学 首先将你说规矩 这规矩的内容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 放下烦恼吸气 用什么方法 把它放下 那方法太多了 佛家讲八万四千发门 那方就是方法 门就是门到 门进 那个很多个人可以不相同 但是 干的是一桩四千 远离一切烦恼吸气 你心就定了 定是你的真心 乱是你的旺心 现在 这个年轻人 心都很乱 幸福起早 幸福起早 什么都学不好 所以现在学生不好教 幸福起早怎么来的 主要的电视 电脑 这些电影 杂志 看物 全是叫你幸福起早 你看内容说的 都是杀到阴望 暴力色情的告证 现在人很可怜 从小 从小 尤其是父母的工作 没有人教他了 谁教他 看电视 电视教他 上学了 中国我不清楚 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 美国小学一年级 就要用电脑了 一年级的小学生 我们细心去观察他 他在电脑里面 学校功夫 大概每天一个小时足够了 其他的时间 全是看电脑里面的 那些黄色 什么黑色的 看那些东西 所以 把小孩全看坏了 不知道小生父母 甚至杀父母 杀兄弟 在学校杀老师 杀同学的 在美国不是新闻 常常有 他们政府也着急 但是没办法 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 下一代就完了 在美国是新闻的 在美国是新闻的 优优优优独播